为什么要杀人啊 花了多少钱 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 你不破悔 因为要道歉啊 这意思失控吗 头戴全罩安全帽 面对记者提问 全程低头不发抑郁 她是涉嫌伤害 马国女大生的诚信凶贤 17号晚间也就是案发后第四天 她在医院状况恢复稳定 被送往地检署复讯 她向警方公称 和女大生是在社群软体上认识 交往不到一周 这期间两人吃饭约会 都是由她付钱 短短五天就花了十万多元 案发当天两人起争执 她解释只是想下下女生 给个教训 没想到失手杀人 警方调查 死者被发现时衣着完整 脖子上有勒痕 现场没打斗痕跡 不排除死者有背下药可能 交往不到一周痛下杀手 诚信嫌犯交代的种种细节令人起疑 检方讯后认为诚信嫌犯有逃亡灭证之余 向法院申请积押禁件 征弃案件的详细事发原因 还有待检调后续理清 记者叶伟林泛雅乔 RSNG小组台北报道 队伍前一名富人对工作人员狂吼乱叫 富人的李志线已经断裂 她情绪激动越吼越怒 不管工作人员怎么说 她就是听不进去 富人愤怒暴走的地点就在台中 一间百货公司外 当天韩国手机品牌举办快想活动 出动知名韩团的应援车 大批粉丝来排队 这名富人也在其中 网友看她气成这样 纷纷猜测她到底是多狂热的粉丝 看起来就像重担富人团 阿姨有重金属主唱的天赋 但也有人点出关键 也许她并不是真心喜欢那个BTS 她只是要那个礼物这样子 消防疑似有知情网友分享当天的状况 原来富人满心期待 可以拿到饮料跟三明治 但排到她的时候 已经发完要改换其他赠品 才会引发她的不满 我觉得她态度是有问题 如果工作人员满有耐心跟她解释 那我觉得是她自己的问题 为了饮料三明治 富人愤怒暴走大吼大叫 无畏旁人眼光失控行径 让所有人看傻眼 解离新山警察台中采访报道 好 大胆竟然在台中地方法院前面持刀围殴 一名男子和另外一个人起了口角冲突 他火同了他的友人 一起到法院前埋伏 持刀棍下车 一看见被害人就上前一顿狂殴 还波及了路人 幸好警方火速赶到现场 抛枪歹人 重机车队呼啸而过 不止超速骑车还翘狗链 骑士一个接一个翘狗链 仿佛在玩翘狗链比赛 马路上大秀特技 翘狗链不止翘前轮 还有人炫技停个红灯 也要翘后轮 整辆车几乎90度垂直 用站立姿势骑车 龙头左右摆动 超惊险 很危险啊 知名都不开玩笑一样的啊 汹汹这样嘴巴 我也怕到 传出重机集体翘狗链 地点就在台南台三县南西路段 当地民众被重机车队 吵到冻不住 网友也哄 是为了耍帅不要命吗 这是危险驾驶了 练这些特技玩命 如果因为翘狗链摔车雷惨 我一定骂活该 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 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两万四千元以下罚款 把马路当成练车场 甚至大票骑士 集体翘狗链 重机骑士练了很久的翘狗链 其实已经涉及公共危险罪 一时耍帅 如果发生意外 待机多聊 具有赖管张 台南报道 台中沙路区向上路的超长下坡路段 常常发生追撞车祸 没想到在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又发生了六车连环追撞的车祸事件 这名失信连吉他所驾驶的大货车 就突然失控 撞上了前方 正在停等红灯的连结车 还有箱形车 甚至还波及到其他三辆车 酿成了六车连环追撞事故 有位驾驶受伤送医 车祸的现场占用了两线的快车道 快车道只能够维持一线通行 而附近的居民说 这个路段是长下坡路段 常常发生追撞车祸真的很危险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问题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